有的人参加同学聚会是为了满足情怀 有的参加却是为了发展情维 在韩国的同学聚会上 趁机乱搞的人可不少 以前单纯内向的同学们 如今无论男女 一个个车速快得不得了 而阿东之所以老实 纯属是因为他还没找到目标 直到学生时代的女神大美出现 他的眼神瞬间拉丝 说起来自从毕业嫁给有钱老头以后 大美就一去美国了 这还是第一次回来参加同学聚会 大家对他的到来都感到很惊讶 阿东猛喝一口酒 补起勇气上前招呼大美 尴尬的是大美早就不记得他这好人物了 像阿东这种高情商人 面对这样的场面 根本不觉得尴尬 立刻洋装升起 表示自己经营的酒馆就在隔壁 大美这样把老同学都给忘了 必须过去自罚三倍 说着就把大美强行拉走 其他男同学更是把大美团团围住 一个进现殷勤 同屋的女同学们震惊了 果然斑花就是斑花 才出现几分钟就让男同学如此这般着迷 一时间都在痛骂大美是个绿差 可男同学们听了也很是不熟 双方大战一处击方 就在这时 阿东发现大美的目光 时不时飘向自己 男人的自信告诉他 大美对他绝对也有一些好感 同学们最终还是没能吵起架 毕竟有酒精这么个好东西 喝醉之后路都走不直 看谁都是刘亦菲 走出酒馆的时候 同学们自动组成CP 搂搂抱抱乘双成对座上出租车回去 当然 很多人可没有老是回家 直接上小黑屋探讨生命起源去了 而阿东也在这个时候把握机会 率先从其他人手中夺下大美 以顺路为借口将他送回家中 路上喝得烂醉的大美 靠在阿东肩头沉沉睡去 阿东的手则有意无意的 在大美敏感的地方不停摩擦 他知道此事如果发生什么 并然会引发大美反感 于是很有分寸感地选择了离开 其实阿东根本不是什么小白兔 经常趁着老婆孩子不在家 调卸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 到偏僻的地方 躲在车里激烈交流 甚至还曾经被路人拍到过 但这些在他的老同学面前 都算不得丑闻 甚至还觉得他英勇无比 纷纷向他取经 于是他决定再组织一次同学聚会 既是帮老同学们牵线搭桥 也是给自己制造和大美在相处的机会 老同学约着出去露营 绝对没有那么单纯 那蛇头狂甩对方 那都是基本操作 到了晚上 还必须搞点刺激的游戏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对这个游戏熟不熟悉 抽到刻有英文字母K的人 是这一决的国王 可以指定抽到其他数字的游戏者 做规定的动作 这一轮的国王是一个男同学 他要求三号躺在地板上 在右头 鼻子和脖子上各放一颗巧克力 而五号要趴在三号的身上 一边坐俯卧撑 一边把巧克力一颗一颗吃掉 大美一脸震惊 因为他就是三号 反观坐在他旁边的阿东 则是一脸兴奋 毕竟他正是五号 大美本想反抗 可刚开了个头 同学们就纷纷露出鄙夷的神色 拒绝他的拒绝 游戏就是游戏 大美不能违反规则 只好因着头皮 在同学们的启哄声中 躺到了地上 很快同学们就在他身上 相应位置放上了巧克力 而阿东也毫不客气凑了伤 虽然大美本质上不想这样 可阿东温柔摇走巧克力 充满荷尔蒙的气息 喷洒在他的脸上 他的脖子 都让他有一种一样的酥麻感 而他的反应都被阿东看在了眼里 感觉到大美对自己非胆不抗拒 还有隐隐的期待 在聚会结束后 阿东找到大美 大胆地提出了一些 回房间探讨生物课题的邀请 然而 令他没想到的是 大美惊冷着脸拒绝了他 虽然在美国生活多年 可大美骨子里还是传统的 他不允许自己和同样有家庭的男人 搞到一起 阿东也不废话 这种欲惧含影的女人他看多了 为了帮助大美跨国心理防险 他拉着大美来到了 其他同学的帐篷前 里面传来呃呃呃的激烈碰撞声 仿佛在告诉大美 不过是放松一下自己 没什么大不了 他果真就这样卸下防险 和阿东亲密的 旁若无人的街气吻来 阿东一时忘记 手也不自觉一路往下探 就在他准备攻城恶地的时候 已知再次占领了大美脑袋的高底 一下就推开了阿东 甚至当场叫了车 连夜跑回家去了 已经尝到了甜头的阿东 能就这样把休吗 那当然不能了 大美越是反抗 他的战友欲就越强 当场也打了一辆车 跟到了大美家中 男同学夜访女同学家 当然是为了探讨课题了 阿东最终还是拿下了大美 死后两人愈发大胆 都不怕被人发现 手牵手在大街上闲逛 甚至去了大人用品店 买了点小玩具 相信屏幕前的大家都懂 这种东西不带出来玩没意思 于是阿东让大美带着去了餐厅 在玩具的帮助下 大美明面上是吃饭 桌子底下的角缺一点也不安分 蹭蹭蹭沿着阿东的腿往上爬 情到深处 大美没忍住还发出了一丝 充满暧昧的叫声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不回家交流一下都没道理 两人不顾行车安全 一边互相挑逗 一边飙车准备回阿东的家 与此同时 阿东在外出差的老婆也回来了 为了给阿东一个惊喜 他没有告诉阿东这件事 老婆回到家中 看阿东成天泡面度日实在心疼 便走出家门 打算去超市买点菜 晚上给阿东做顿好的 他坐电梯下楼的时候 阿东和大美也来到了电梯口 补出意外的话双方应该是可以遇上的 可意外就意外在阿东和大美已经饥渴难难 宁可一路互肯上楼 也不愿意等着破电梯 两人转身走进楼梯间的瞬间 电梯门开了 阿东的老婆走了出来 就这样和他妈擦肩而过 阿东和大美回家后的情节 大家都不爱看 这里就不播放 结束之后大美拍拍屁股走人 阿东则光着上身摊在沙发上 百无聊赖的看着电视 听到有人回来的声音 还以为是大美 可门一打开才发现竟是老婆 害怕老婆发现端倪的阿东 约老婆出去吃饭 等来到地库坐上车 却遇见了意犹未尽返回找她的大美 她慌慌张张的样子和身边的女人 都让大美明白了一切 眼睁睁看着阿东和老婆离开 大美终于在荒唐这么些日子后 又恢复了理智 明白自己不该这么做 后来阿东再去找大美 都被大美拒绝了 她告诉阿东她早和富豪老公离婚 而离婚的原因 正是她的老公出门 所谓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她尝过这样的苦 和自己一样品尝这种苦 可后来阿东发现 自己根本没办法忘记大美 原来她和老婆的感情 早在这些年的巨少离多中分崩离戏 最终阿东也选择了离婚 几年后的同学聚会上 阿东和大美再次相遇 望向彼此的眼神中 预示着他们的故事还将继续 怎么样 即使射出卢物 是不是也在看完这部电影以后 对同学聚会有了某种项目 如果是你 你会只是单纯地参加一场聚会吗